HELLO 大家好 我是嘉匠博 玩騎士也有一段時間了 那今天就來解說一下 極致大師這招騎士的子技 他有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如果當下沖暈成功時 暈氣會變成一把藍色的劍 這個時候你可以再點一次技能 此時會增加傷害 那這個傷害大概就是多一刀的傷害 這就是極致大師的連續技能之一 第二個部分 如果沖暈失敗呢 他會變成一個紅色的暈氣的技能圖案 這個時候如果你再點一個這個圖案 他就會再暈一次 成功率會比上一次還要高 但是 會消耗名譽比5個 OK 這個就是騎士的新子技 極致大師 謝謝各位啦 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分享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掰掰